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楊永明 來 我們先來看最新的發展 最新的發展 賴皮寮的這個羅生們 有一點個詞不同的主張 剛才就在我們這個節目 開始的剛才 那邱毅 毛家興 他們兩個人到地檢署去 按鈴控告了 傳言的火燒賴皮寮 邱毅已經 我們這個做的時候已經是之前 他剛才已經按鈴控告 賴清德要求要保全關鍵的證物 那邱毅 這個賴皮寮就是他取的 邱毅 其實在2004年2月的時候 賴已經把中伏84號的 原來中伏煤礦的辦公室 轉移為賴的私有土地 這個土地的面積 總共達228坪 能夠把國有地 轉為私人地 絕非常人 對不對 我們看 有一個這個就是 事實就開始出現了 這是新北市的地震局 提供的 汐止地震事務所的這個騰本 在民國93年 就2004年的時候 這一塊地 然後它上面 各位看 這個畫綠框的 地上建築物共靈動 很清楚了 所以在民國93年的時候 這塊地是沒有建物的 然後到了民國100年 就有出現所有權人賴某某 然後在整個就是這個地址 那這個就是誰嘛 很清楚 那賴的競選總辦是 總辦這個競選 總辦這個辦公室 我就說賴清德 原始的戶口民部 原戶長賴曹金 已經在民國49年死亡 賴母賴童豪 這個繼承為戶長 然後整邊的柱子 就是中福路84號 我們講 中福路84號 其實就是那一棟 新的那一棟 但是舊的那一棟是85號 先有85才有84 然後另外一個事情 這個是謝克洋 他提供給我們的 你看 這個就是當初 他們在找地的兩個人 結果你去看Google Google本來說會物化處理 但這個物化處理 只是把臉拿掉 但是結果賴皮寮那邊 兩個違案人員 整個都被就是誤掉了 那所以這個是誰造成 誰有這個權利呢 是只有國家機器 才有這個權利吧 那有這個例子 因為前國防部 打言言德發言 也是在就是說Google Map 那個時候意外的 讓愛國者飛彈基地曝光 所以國防部就協調 與Google的協調 基於國家安全考量 請他們配合 那個愛國者飛彈基地 就從Google Map上面消失了 那可是 我們也打電話去問國安局了 那這兩個人 為什麼會整個被馬掉呢 國安局的回應是 本局並未要求Google相關處理 該名清潔工人 他們認為是兩個是清潔工人 那有沒有像Google主張肖像權 他並不知悉 哇 我們現在如果被任何人被拍到 你主張肖像權會幫你整個馬掉 現在看起來好像已經變成這種事了 我要對有人就開始來 這個就是 這個小星 他真的是也蠻厲害的 他說民進黨好像很氣我去打卡 這個就是那個中福路84號 然後為了不讓黨不開心 那我也順應國家的機器 來一張隱形斗篷 賴皮樹致敬 整個馬掉了 那苦林 苦林就諷刺這個巧星說 許巧星笑得那麼開心 你知道你背後有多少 曠災冤死的亡魂嗎 至少有103位正在看著你 建議巧星趕快去祭改 否則會不保昭天遣 這話講得很重 然後賴紀元辦公室說 在12月24號新聞稿說 疫情期間 台灣的經濟成長歷史全世界第一 結果馬上 就是所謂的調查到底是不是真實的 事實查核中心說 所查與事實資料不符合 你看 疫情期間 台灣的經濟成長歷史全世界第一 網友說 你知道背後有一萬一千多人死亡嗎 而且你講的第一還被認為 馬上被打臉 至於說這是網友做的枯手的圖 這不是真的圖 說早上10點參觀賴皮寮 然後礦工紀念館 然後接野柳 整個行程 這個行程都出來了 所以也就是說 我愛說謊 我愛假哭 我要耍賴 再強調一次 這個不是真的圖片 這是網友的枯手的圖 我們只是借用 那張有話 他說賴皮寮是龍穴 拆了就變蛇龍 所以賴就完了 而且正面開了一個 對稱的六扇門 六扇門 跟一般的住宅不一樣 這叫做帝國之門 所以賴皮寮打敗信賴台灣 因此信賴台灣就變成賴皮寮 我們今天有三位評論員 分別是 我們非常 三位都是我的景仰的對象 賴岳仙 賴教授 主持人好 跟朋友 大家好 以及耶魯真學博士郭正亮 大家平安 還有台大哲學系教授 願舉證 願老師 有名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來 正亮兄 這個苦林想要玩悲情是不是 那你去查一下賴清德 賴清德2003年新建這個房子 那時候他是立委 後來他又當了台南市長 又當了行政院長 後來又當了副總統 你去查一下他當立委的時候 在立法院的質詢 請問他有質詢過 礦工的集體居住權這個問題嗎 你去查一下 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在行政院會內部的開會 他有沒有提過礦工的居住權的問題 沒有 有數會去找 沒有找到 有數會找沒有 沒有找到 確定沒有 那你不是說 你從小就心心念念 看著礦工居住的困難 你就是這樣長大的 不是嗎 結果你非黃騰達了當了立委 當了台南市長 你有去要求進度嗎 有提過這個問題嗎 所以苦林先去看看 賴清德幹了什麼事 你還要講徐巧鑫 賴清德是當事人 他現在是用礦工很可憐 他們的很多的住宅 到現在法律地位還不確定 有地權沒有房屋權 這是一個事實 那你當過行政院長 你有協助處理嗎 我跟你講 新北市2019年 還行了一個公文 給內政部 新北就想處理這個問題 那他就說 這個是屬於非渡市計畫的 管制土壁 那請內政部予以鬆綁 我們才能夠 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處理 2019到現在 民進黨執政的內政部 從未處理 2019就已經執政 不是嗎 民進黨都沒處理 李賴清德還當過行政院長 所以你要講什麼呢 在這裡就要 在那邊打悲情牌 打這個 這個同情牌 人家在講你這個房屋 法律地位有問題 你就去扯鄰居 人家說你台獨 你就去扯說 侯友宜跟柯文哲也是台獨 你這種人有沒有guts 面對自己的問題 你就從來沒有幫助過你的鄰居 那個地方有多少人 那可能上千戶 那個如果不是用一個 那個我們說非都市計畫的管制區 一起集體處理 給予一個新的定位 那個各縣市也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這要中央地方合作 才能夠真正處理 結果你當立委2003 到你當副總統 現在已經都2023了 20年你從未協助處理 還在那邊胡說八道什麼 你最同情礦工 太噁心了 太矯情了 而且我認為邱毅他都爆那個料 如果屬實 因為邱毅是去發現說 好像地址有變 因為事實上 我們有看到他父親罹難 那個時候的新聞報導 那時候是寫中福路31號 後來他的住所是84號 所以你是原來的公寮興建房 還是有額外買地 你如果是額外買地 為了孝順母親讓他住好一點 這個我們也沒話講 可是你不是這樣講 你說你是在懷念父親 所以在原始重建 這是你的講法 所以為什麼邱毅這個爆料 值得新北市去查 就是你是不是原來的 父親住的那個公寮是不是 因為我們坦白說 我們也看到孫玉璇故居 李國鼎故居 孫立仁將軍的故居 人家故居好歹會擺一點 當年的用品 讓你去緬懷前人對不對 那請問你有這樣做嗎 所以我說不要 因為被人家揭露了一個事情 然後就看那邊鬼扯故屍 事實上我們要求的很低 我們也沒有要你猜 我們只是說 對於那個過程 你有沒有違法的部分 你是不是可以誠實一點 就是說你新建房屋的過程 你沒有死照 沒有建照 沒有房屋稅集 所以沒有講過房屋稅 是最近才開始收到 這過程你有沒有違法的部分 你只要承認 然後說你願意改正 我們也不會講什麼 你孝順母親 蓋一個房子蓋得比較好一點 我們也沒有意見 可是問題是你一直在說謊 政治人物最糟糕的就是說謊 不願意認清 承認事實 然後表達認錯 然後道歉 他都不願意 你那麼驚 像你那麼驚的個性嗎 面對習近平我們怎麼辦 其實你看 民國93年的時候 2004年 他這個是沒有建築物的登記 但是我們知道內棟建築 就在2004年蓋起來的 就是中福路84號那一棟 看起來比較新的那一棟 20年 所以根本就是一個違法的建築 今天邱毅就已經去告了 要求保全這個關鍵的證物 岳老師 這個我必須強調 今天的話賴清德 他要選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所以說對他來講的話 也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講 而且更不要說是 有的人幫他護駕什麼 這個他的誠信問題 涉及到一個他知不知恥的問題 如果一個政治人物 就是說 因為已經有不少政治人物了 我很感謝游錫坤 就是說在民主時代不用講廉恥 那麼他這樣一講的話 真假立判 高下立分 就是說大家會知道就是說 你政治人物本身有沒有誠信問題 你這件事情賴清德有三方面的錯誤 我坦白講 第一個的話 就是說你本身有權有勢的時候 這個事情 我坦白來講 這個違章見主 違建在台灣很多 要說是透過各式各樣的修正 或者你原來有這個野心 有這個忌妒 位高權重的時候 你是可以做的了 我本來不覺得這個世界 非常大的事情 後來我聽到那個館長陳志漢 在那邊學他哭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笑 才發覺原來他哭的對象 居然是總統候選人 我覺得非常驚訝 因為對你來講 你剛剛沒提到 他幹過副總統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要為礦工 不要為礦工講 完全為自私來講的話 為了自己防止的合法化 對不對 這他也應該做的 他沒做 然後說他做了 然後第二件事情的話 他是有謊上加謊 他用謊言來謊 就是說這個稅單都沒有來 什麼大家都知道 實際上你根本就沒有這個資格 來談這個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你根本就是既無地權 又無防決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都很清楚 你根本就不交稅 你省那幾個錢幹嘛 我的天啊 你搞不清楚 那幾個錢是不能省的 你要選這個總統 對不對 然後第三件事情 這個不屬於你 你怎麼捐出去 什麼信託 根本都莫名其妙 我現在還可以拿 總統府信託嗎 不屬於我 我的信託 我是中華民國的公民 我的信託是中華民國公民 日本時代 能做這個事嗎 你根本沒有資格做這信託 所以錯上加錯 不過這苦林講的話 是尤其嚴重的錯誤 所以不問蒼天問鬼神 你要了解 這個徐曉星 我們政治需要幽默感 大家各種各樣的哭手 就是說對不對 上次講到文言文言 韓業客來茶當酒 跟這個什麼茶好喝 這個大家比較會心一笑 產生這種政治是需要一點幽默感的 徐曉星做的事情 其實是化解幽默感 他裡面講說 不要讓黨感覺到怎麼樣 他自己做的 那苦林講說 你要問不到這鬼魂啊 我首先強調 你證明給我看鬼魂在哪裡 科學時代你講什麼鬼魂 然後第二點的話 你今天問這個事情的話 人家 剛剛亮哥講得很清楚 礦工死的人多了 對不對 哪一個人 我爸媽經過內戰的時候 也見了很多人死掉啊 那這些鬼神呢 你講這個話不怕鬼來抓嗎 我不願意講這種話 原因就是我不相信這種東西 我相信科學時代 我相信本身來講 我們民主就是科學延伸的一部分 大家只要問做的事情 情理法 你有沒有堅固到 你有沒有說實話 最重要的是 你有沒有一顆下決心 領導大家的心 這才是最重要的 是 來 岳謙兄 戶級跟地級 是完全不一樣的兩個東西 一個是在負責事務所辦的 一個是在地責事務所辦的 地級藤本裡面 它記載的是 土地的所有權是屬於誰的 戶籍本身並不代表 這個戶長也好 或者是裡面的人也好 他就代表擁有這塊土地 或是地上物 那是完全兩個東西 不能一幕混住到這個地步 而且我覺得不要去欺騙 瞧不起台灣人的智商 台灣人的智商很清楚 地級就是地級 戶籍就是戶籍 我可以為了選立委 或是選議員 我把我的戶籍 遷到某一個地方 我可以承租一個房子 但是那個房子不是我的 但是我把我 因為承租了 所以我把我的戶籍 遷到那個地方去 但不代表那個土地 跟地上物是我的 我想大家很清楚 兩回事 兩回事 但是可以把它混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賴金辦的 要不就是智商太低 要不就是餘木混珠 要不就是瞧不起 欺騙台灣民眾的智商 可是台灣的民眾的智商 沒有那麼低 他分得好清楚 戶籍就是戶籍 地籍就是地籍 兩件事情 所以不要混 餘木混珠 第二個 如果以苦林所說 他認為說徐曉欣 對不起後面的亡混 我跟你說 剛剛我們的製作人 也有把賴金德 在他的違章建築裡面 的一些合照放出來 而且賴金德笑得很燦爛 賴金德在他的合照 在他的違章建築裡面 很多的照片 都笑得很燦爛的時候 那苦林你也應該 用同一個標準 去攻擊 批評 罵賴金德 說你背後有多少亡魂 你怎麼可以笑得這麼燦爛 賴金德 你怎麼可以這樣笑 你背後一百多條亡魂 你不能夠這樣笑 裡面有一條亡魂是你爸爸 你怎麼可以笑得這麼燦爛 你多麼的不笑 苦林 麻煩你用同一個標準 賴金德有好多照片 都在當地 都笑得好燦爛 我覺得苦林用同一個標準 對待每一個人 不能夠因為賴金德 有權有勢 你就必須要巴結他 你對於無權無私的人 多一點關懷吧 如果要談到亡魂 坦白說有一件事 我就過不去了 賴金德在當台南市市長的時候 他的登革熱失控 這個是有記載的 他的登革熱失控的時候 長達6個月 2萬多的台南市民被感染 有後遺症 裡面有一百多人是死亡 對 這個部分裡面 如果以苦林的標準來說 由於一個市長 他本身處理他的公共衛生不當 造成台南市的登革熱的 嚴重失控 然後2萬多的市民感染 一百多人的亡魂 這筆帳要怎麼算 我覺得苦林好好的 幫我們的台灣的民眾 幫我們的台南市民 算一算這筆帳 這筆帳才是真的應該要算的 我覺得苦林不能忘了 一百多條亡魂 是在賴金德當台南市市長的時候 所製造出來的 而且疫情期間 也死了1萬1千多人 對不對 我們這段到這邊 進一個廣告